A B C G E F G H I J K L M N A P Q R S 我一个人都渴望有一个家 小孩子就更需要一个能够为他们遮风挡雨 能够好好健康成长的儿童之家 儿童之家的诚意 为周边的困境儿童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也为他们解决了上学的问题 让他们不至于小小的年纪就错学 让他们有实现梦想的环境 儿童之家其实不是只是给一个地方去住 给饭去吃就算 我们希望可以有不同的关怀和照顾在里面 所以我们有教学的员工 有社工 其实希望他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都是可以有不同的发展 2013年《苗圃行动》在云南 开展了《苗圃儿童之家》项目 希望以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教育方针 为孤儿和困境儿童提供一个家 尤角是水苗儿童之家第一位上大学的丸童 当日他是受惠者 现在他已经成长 希望能够出一份力 帮助其他像他当初有需要的儿童 我来自一个农村家庭 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 然后我就跟着妈妈一起长大 然后妈妈是文盲 所以没有能力跟我读书 后来就遇到了苗圃行动 然后我就有了读书的机会 像我以前吃饭的地方 这是餐厅可以坐差不多80个人在这里吃饭 我之前比较喜欢坐到这个位置 因为这里离窗子比较近 然后比较凉爽 然后还有风扇 所以我一般都是坐到这里吃饭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洗衣台 我之前有时候会到这里洗衣服 然后冬天的话我们会用那个洗衣机 然后因为比较冷 然后我们就有洗衣机洗 比较方便 一般夏天是孩子的衣服自己洗 因为断了他们自己自理的能力 然后这里是值班室 就是我们有十位生活阿姨 然后他们通常会在这里职业班 还有就是帮助两个特殊的孩子 给他们特别的照顾 除了照顾小朋友的日常生活 苗圃熟客的儿童资家 也都关注小朋友全人发展 每年都会举办不同的夏令营活动 由香港和海外的义工朋友 为小朋友主持不同的学习项目 不但能够增长知识 还可以接触不同的文化 大部分我们有两方面的 一就是对他们的对白 就是用港的英文 鼓励他们去讲 第二方面就是 其实是 expose他们去文化方面 我们也都请了很多不同国家的年轻人 来跟我们分享 除了义工朋友之外 有国今次都非常积极参与夏令营的教学活动 实习成为老师 我的计划就是如果我有机会能来到水苗教书的话 我是很乐意的 因为这也是我的家 虽然我已经当墨加拉国去读大学了 但是很多时候我还是会想念水苗 弟弟妹妹们 就是你们得到这样读书的机会很不容易 现在不需要打起自己的一时助习 只需要好好读书就可以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找出这个机会 然后努力学习 追逐自己的梦想 然后不忘初心 下一步楼我们会建一栋1700平米的东核楼 为他们提供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优良的学习环境 我们会更注重他们的身心发展 让他们更快乐地成长 我觉得儿童之家 就是不仅给儿童提供了住的场所 还有一时助习 他们就是各注住的是儿童的得志体美 然后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就是让他们健康地成长 这条普行动和其他机构不同 因为它可以给义工更多亲身参与的机会 那我们不只是捐款 而是可以你去到当地去看到这些小朋友 看到学校的需要 不同的专业也都好 不同的人都可以 都可以一起去帮这些小朋友去做更多的事 可以说苗鼓行动的工作影响了我的人生 因为他们给了我读书的机会 我刹到了大学 真的就是特别特别感谢他们 儿童之家能够营运 有赖乙工的不断参与 也都感谢捐助物资和款项的善长人用 只要有你们的支持 儿童之家里面的小朋友 都可以冲撞成长 出发的这些小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